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难道这些女星的穿衣自由有问题吗? 在现代社会,女性的着装自由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,尤其是在娱乐圈。 女性的服装造型往往是大众关注的焦点。 从迪丽热巴的深V裙,到洋影的粉色无间带羽毛裙。 再到纳扎的牛仔设计,每一次争议都伴随着激烈的公众辩论。 这些女演员的服装风格是自信的表现,还是过于暴露。 迪丽热巴、纳扎、杨莹等女星的衣着风格常常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。 有些人认为她们的服装风格是自信的体现,但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做作的标志。 比如迪丽热巴在时尚派对上的深V裙就引起了不少争议。 有人认为她表现出了自信,但也有人认为她太作作了。 在公众眼中,女演员在穿衣风格上似乎总是有双重标准。 当女明星炫耀自己的身材时, 她们被视为自信的表现,但如果她们穿得有些大胆,就会被认为过于暴露。 这种双重标准让很多女演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 回顾历史,我们可以看到服装设计的变化与时俱进。 在古代,衣服的主要功能是保暖和遮盖身体。 所以衣服大多是宽松的,覆盖整个身体。 然而,随着社会的开放和文化的交流, 人们开始追求更加个性化、时尚化的服装。 这也导致现代服装设计中更多陆夫和身款式的兴起。 对于一些人来说,现代服装设计过于暴露, 不再遵循传统的审美观念。 他们认为,这种设计不仅失去了服装原有的功能, 还会导致道德败坏。 然而,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自由表达的形式, 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服装, 无论是否暴露。 在这场关于暴露的争论中,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。 传统社会观念与个人自由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。 在开放的社会中, 个人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穿着, 而不受他人的干涉。 但同时,作为社会成员, 个人也必须考虑其选择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。 现代服装设计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比传统设计更暴露,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错误的。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穿什么, 不受他人干涉。 同时,我们也要尊重别人的选择, 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。 只有这样, 才能真正实现开放包容的社会。 无论是在娱乐圈还是现实生活中, 女性的着装自由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。 有人认为女性应该有选择自己服装风格的权利, 不受外界的限制。 但也有人认为女性的衣着风格应该适中, 不要太暴露。 但无论如何, 大家都应该尊重女性的选择, 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。 除了衣着自由之外, 女性的身体自主权也是备受关注的话题。 在现代社会, 女性应该有权对自己的身体做出决定, 无论是服装、化妆还是其他方面。 但在现实生活中, 女性的身体自主权仍然受到诸多限制。 要真正实现女性的身体自主, 我们还必须做更多的事情。 总体而言, 女性的衣着自由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话题。 我们要尊重每个女性的选择, 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她或她。 只有这样, 女性才能真正实现身体的自主, 展现出她的自信和魅力。